维基解密让网络公司乖乖屈从美国 维基解密创办人艾桑吉答应民众 要透过维基解密来揭穿政府的一切 但他所爆料的文件触怒了美国官员们 美国议员约瑟布利博曼已涉嫌施压 要亚马逊以及PayPal撤销他们的服务 这些网络公司已答应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 而没有尽力保护网络自由 艾桑吉被逼当网络难民到瑞士驾网 艾桑吉还受到死亡威胁 有些官员认为他应该被暗杀掉 莎拉帕林把艾桑吉比作恐怖分子 说该像追捕恐怖分子一样追捕他 危机解密无论怎样禁也禁不完 多亏数十个禁止网站的功劳 让政府的机密继续被爆出 但艾桑吉被瑞典官方通弃 他信交时因没带保险套被控强暴 英国警方逮捕到他 艾桑吉稍早扬言 若他被逮捕或被杀 会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遇漏更多机密文件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